这段时间,道路上的警车行驶状况十分的混乱 私挂警车牌照的,非警务人员开警车的 随便安装警灯警报器,都闹出笑话来 前几天,省委领导开扩大会 也不知道是哪钻出那么个警车 居然钻到首长的车队里去 这副省长的车还以为他是执行先导任务的警车 结果一直跟着他跑,一跑跑了好几条街 对此,有关部门的领导指示我们 要有针对性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专项督察行动 您说是针对性的 您好,长队长 您好,长队长 早级一个工作室,警车可真够能干的 警察走在哪,你们能盯到哪 刚巧路过嘛 不过,你别紧张 这次带着播出之前,我就让你审查就是了 跟他们单位尽快联系 对 怎么了 有什么毛病吗 请您出示行驶执照 我是市政法委的许波 给省里边送一份重要文件 好 是许书长 请您出示警车行驶证 我哪有什么警车行驶证啊 没有警车行驶证敢开车啊 我这警方是你们分局给批的呀 警车是公安机关的 国家安全机关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所用的公务用车 非警务人员禁止使用警车 以违反了公安部的有关规定 按照规定我们将依法扣车 你们要是耽误了我的事 我告你们局长去 给他开扣车单 这样吧 既然你这份材料这么着急 你可以先坐我的车 把它送过去 回头到市独查大队接受处理 好吧 小丁 开我车送一下许书长 是 我 许书长 行吗 过来 给你擦擦 过来 来 把这个打开 自己打开 快点 这个�车 把这方面 发生了 好 来呀 来呀 咱们 完成链接测 警察警察警察 警察警察警察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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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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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这儿 小孩是你呀 原来是你的车 前面杜查让我接的 杜查 杜查杜查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起 他管天管地 你还能管得了 我开了自己车吗 对不起 我也没有办法 小哥 进来 不用管 小哥 上头 杜杜 杜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查验一下 你的警车 有没有正常的行李手续 是我们的侄子 强队啊 很对不起 我去抓一名犯罪嫌疑人 你气我了 他得跑 我走了 好 你这车上 拉的是什么人 我他线人 线人 你一个人去执行什么任务 所里最近人手不够 我还抓的是个女的 我一个人去就够了嘛 按照规定 警察必须要两个人以上 才能出外执行任务 你代代不证了吗 还没来得及办呢 你这个警车有正常的行驶手续吗 长队 你知道我刚叫做金盘派出所上所长吗 我就把以前那辆车改装那警车 手续还没关系来呢 没有正常的行驶手续 你这个警车 我们扣了 什么 长队长队 这样 回头 你把手续补齐了以后 到市多沙大队去取车 你把刀查也太轿条了吧 我呢 当我来抓捕犯罪嫌疑人 你们能负责任吗 你是不是真的去抓捕犯罪嫌疑人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回头我们要调查的 就算是你真的去抓捕人犯 你不带逮捕证也是违法的 自己的刀削自己的瓣 你们刀查专断着自己人 你说对了 我们就是要自己的刀削自己的瓣 这个刀瓣我们得让老百姓自己握着舒服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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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那后半截话说得不对 什么叫独查专整自己的人呢 独查是在帮助你们纠正自己的错误 知道吗 如果你继续在这儿胡搅蛮缠 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我就把你从现场带离 执行禁闭 听见了吗 小伙 我怕你啊 我怕你吗 你不怕是不是啊 较劲是吗 怎么着 来 把他带走 执行禁闭 是 我看你们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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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给我 放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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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 你们有什么权利控制我的枪子表政典 你说 我们在执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 行使杜杀选丽 你看看 你好好看看 我犯法了吗 没有 那你们就没有权利扣拢的枪子和证件 知道吗 江总平 对你实施禁闭决定 是经过市局领导批准的 如果你认为我们执行有务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诉 但是现在 你必须服从督察队对你实行的禁闭决定 交出你的枪子和证件 交出你的首相和证件 好 我看出来 督察队禁闭市成了江平分局的接待室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个人行为 同江平分局联系在一起 我是江平分局的人当然有联系 难道你犯的错误就是江平分局的错误吗 你们今天是关过谁啊 关过你 关过你吗 关的都是我们江平分局的人 程队 程队 那些背口车辆的司机非要见您一下 您去一下 实队不是在这处理的吗 这些人都太有背景了 实队处理不了 还得您去 江总平 你听着 如果你不能正确的认识和反省自己的错误 我们不但要关你的禁闭 我们还有权建议江平分局对你进行行政处分 好 我不走了 哎呀 金盘派手工作 你们替我去干去吧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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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哎 这个 ky study 我跟你说 这个人呢是市委二厨前处长 的 Evening 他的脚警支队见两警车到外线去办事 Stand parts inside it 我看没什么事了 你就给他放了 那是唐oine 嗯 就这样 常立那是我的条子 常立那是我的条子 省厅三处 处长是我舅舅 谁啊 给你写了个条 您看看 我是工商局的 看看 市委贺处长给你写了条子 好 坐吧 坐吧 我们这次搞这个 警车规范使用这个专项督察行动 是根据公安部的有关规定 和市局的主要领导的指示进行的 你们都知道 这个非警务人员 是不能随便开警车的 对吧 可是为什么你们还对想方设法的 挂个警牌子 或者开个警车 其实就是一点 这警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可以享有一定的特权 可是同志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满大街上都是像你们这种冒牌警察 开着警车到处乱跑 这会严重的影响交通秩序 还会妨碍这个警察正常的出警活动 造成很快的影响 对吧 我知道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方方面面的领导 来给我写条子 是吧 怎么办呢 不给台阶 好像显得很不近人情 是吧 我看这样吧 开警车呢 你让警车员单位啊 来个人到我这登记一下 然后做个检查 好吧 撕挂警牌 安装警灯和警报器呢 我限你们三天之内给我拆除 好 如果这个决定你们觉得还有问题 你们就跟我们这小丁同志到那边 去好好学习一下有关警车的专项使用规定 好吧 长队 长队 您这样说话我们可不服气 对不对 您不能意识同仁 你说有的车 没牌子 连证件都没有 您当场就能放了 是不是 这不是看人下菜单吗 是不是 有这事 你马上把那个警车给我找回来 不然我处分你 听见了吗 我们欢迎大家 对我们督察的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 我们也会努力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不好 你还愣着干什么 今天那个车你要不找回来 你就不要想再进督察的门 听见了吗 去吧 是 大家可以到那边先办一下相关的手续 好 好好好 你来一下 那辆车的局装没受余事长的 他弟弟借警车到一个单位的车账 刚开出来就被我们扣了 余处给我打电话了 我考虑是本局的领导 别把关系弄僵了 就让丁如明放行了 凡是敢开警车的 都跟我们公安系统内部有了千丝万缘的联系 如果我们事事怕得罪人 那工作还怎么开展 今天抓着一百台车 如果你对其中有一台车处理不公 那么其他九十九个车主都不会满意 那就会导致我们整个行动前功近期 你知道吗 可余处是管我们装备的 把关系搞僵了 将来我们找他办事 可都麻烦了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用来交易的吗 我大小也是个督察队的副队长 难道我能放一辆车的权力都没有 你闭嘴 如果说督察署里还有权力的话 那么这种权力一定是建立的公正的技术上的 请问这是督察队吗 对啊 请问你找谁啊 我车被你们督察队给扣了 我该找谁去啊 跟我来吧 您是督察队的吗 对啊 我能知道您叫什么 我在葛梅 我叫许波 是政法委的 这是我的名片 你告诉 督察是干什么的 督察 就是要建筑公安机关内部办事 释放公道 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秉公执法的话 那么督察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啊 这件事有没有商量的人 你必须亲自去消除影响 马上去 好 好 好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处理 好 一会儿有人会来处理你们的问题 好好好 成队成队 这样 回头 你把手机补齐了以后 到施多刹大队去训练 那 那 你们通察也太静靠了吧 哎 我你 当务了装复犯的嫌疑人 你们能负责任吗 你是不是真的去抓复犯的嫌疑人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回头我们要调查 就算是你真的去抓复犯 你不带来图证 你注意吧 能记住 有什么毛病吗 请您出示日 这这不是你吧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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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镜呢 小警长 你今天做的这个片子 能不能 稍微再做一下修改 你说吧 我想 你能不能把相同频的一段删了 怎么 你对他又产生怜悯了 那倒不是 在我们公安队伍内部 确确实实有一些害群症 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 公安队伍的整体形象 唉 我们对这些警察 既要查究他们的违法违规现象 又要考虑保护他们的整体形象 你说对不对 可是 删除那些镜头 那整个片子就缺乏冲击力了 对宣传你们督察也没什么好处嘛 可我就是想让那些 存有特权思想警察 好好的看一看 有一支约束他们的队伍 在督察了他们